例如说我现在举一个超市范例 来麻烦快速点两下超市范例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就是要猜你喜欢 请问一下 在这个订单ID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 这个订单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哪一年 然后它的订单的编号 对不对 假设我想要去把这个订单ID里面 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的资料找出来 怎么找 来直接这边 因为我要新增一个栏位 去标注说 这个订单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因为我想要把订单ID里面的日期 自动截取出来 有听到自动截取 你们就会觉得 这个功能一定值得学 好 来我们就直接在C一栏 滑鼓右键点C一栏去插入一栏 好不好 我想多多少少以上的基本使用 你一定都会 所以我就刻意的去告诉你 那不过因为我现在是比较新增加 一栏标注说这个订单的国家 订单的国家 订单来自哪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至少要输入这一个订单的国家 也就是输入什么 请问这一格要输入什么 US可以吗 只要输入一格就好了 然后请移回去C2这一个 这一格当然是打US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一笔订单 他告诉我们说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US 好了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让这一格出现CN 这一格出现CN 这一格出现US 就透过电脑他去拆 可是他的功能在这里 常用 常用 有没有必要移回去C2这一格 常用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功能 叫做编辑 我要编辑这一格 填满 快速填入 对就是它 点下去就做完了 我们再做一个好不好 他这么聪明吗 他能不能截取2015啊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一样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选D 点选D 然后插入 整个把右边那一栏增加出来 滑鼠右键点这个D 然后插入 我是不是增加了一栏 麻烦请这一格要输入什么 2015 如果你要让他自动辨识这个 编号 当然就要输入这1357144 好这边我们就输入2015 对不对 游标记得放回来 D2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玩一次 自动快速填入 所以就点选常用 编辑 然后点选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 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个栏位名称你就要改了 叫做订单年 就是订单发生在哪一年 可以吗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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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